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TRAX报道,当亚马逊、OPS和其他公司在探索利用无人机,为人们运送快递包裹时,一些公司有了更大的梦想,无人驾驶货机, 他们正在设计类似小型飞机大小的无人驾驶货机,寓与短途货运卡车和小型货机争抢市场份额,这款大型固定义无人驾驶货机样机正接受测试,将在下一轮物流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。 量机制造商的Royal公司的创始人David Ario说,物流形态一直在发生变化,只有更快、更灵活应对的公司才能成为赢家。 联邦快运、OPS和投资者对这样的新兴产业产生了浓厚兴趣,他们认为无人驾驶货机在重塑货运业务方面会抢得先机。 一家大型物流公司总经理兼投资者James Martell说,当我在思考投资物流时,无人驾驶货机给了我广阔的空间。 James Martell自己也拥有一家区域性航空货运公司Omeri Flight同时身兼Air Royal公司的顾问,他还表示,无人驾驶货机公司将成为第一批运营自动驾驶商用飞机的群体之一。 部分原因是,无人驾驶货机不会在人口秘籍的市区飞行,安全疑虑没有那么高。 另一家货运无人机公司Saber Wing也表示,希望能够释放无人驾驶货运的经济潜力。 他计划建一个小型飞机模型,参加太平洋无人驾驶飞机挑战赛。 该比赛是由日本无人机公司I Robotics发起的,旨在刺激技术发展,和吸引无人驾驶飞行器的投资者Saber Wing的创始人之一兼总裁Adrice说,太平洋无人驾驶飞机挑战赛的宗旨是,向业界和公众表明。 无人驾驶飞行器不仅限于玩具大小,它们具有长航程耐力和经济效益,能够服务于传统行业,如航空货物,一份由航天工业协会AIA和Avacent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预测。 7至13年内,早期采用者将会在美国用短途货运无人机运营定期航班,这些航班将在低空以及农村地区飞行。 无人驾驶长途货运可能会从现在起15年内左右出现,但是报告也指出,在集装箱大小的无人机进入天空之前,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,通信,航天电子设备和传感技术都需要提高,网络安全问题需要解决,监管环境也要做。